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根据它的舌 脉 还有等等一些症状来进行辨证实质 配合一些中药 那么比如说它是由于风还是由于淤血引起的 我们可以用一点驱风的 用一些行其止通的药来进行治疗 那么第二个治疗方法就是针灸 那么针灸作为咱们中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治疗方法 它的雷床上它的止通的效果和及时效果比较好 那么它主要是通过刺激经络的血位来达到治疗疼痛的目的 那么针灸治疗它的主要是以选血位为主 它的血位也是要一个是要局部来进行治疗 也就是说三大神经肺部的区域我们来进行选血 另外一个我们也像中药一样 我们也是要辨证实质的 还是受于比如说受于丰盛的引起的疼痛 我们就要选趋风的血位 那么浴血比较严重的 我们有点行其活血的 还有寒食比较重的 我们就要选择不同的血位来进行治疗 并且在雷床上有很好的效果